今天AT个股推介第一个是渣打 选择原因是股值处于偏低水平渣打 再憧憬被收购,突显去的股值吸引 美国加息周期虽然是临近尾声 但息率预料会在较高水平维持一段时间 公司正息差仍有扩活的空间 另外加上中国复苏的速度超越市场预期 有利他们的非利息收入复苏 渣打将为今星期四公布2022年的全年业绩 就是美国去年急速加息步伐 预料正息差和正利息收入都会止跌回升 加上公司亚洲业务 重心不单止在大中华地区 还有印度、中东 他们受到内地严格防疫措施的冲击 应该较同业为势 大通早前发表香港银行业报告预期 今年香港银行股在息差扩张的 營运利好因素 以及在中港两地重新开放之下 股价将会进一步上升 预计香港银行今年全年整体撥备前利润 或者有双位数字的增长 主要是随着中港两地的经济重新开放或复苏 银行的贷款增长 和手续费收入都应该会恢复正增长 尤其是入境旅客增加和改善贸易活动下 将会利好港银的信用卡 和银行保险费用 以及贸易融资 以及个人贷款业务 预期汇控和渣打 将会在今年第一季跑赢 策略上 渣打现价因为之前的不利因素 仍然处于低残水平 投资者不妨抠65元买入 先看76元 跌穿59元就适而止蝕 第二个推介就是本地地产股 信罗置业83元 预期公司今明两年的息率超过5厘 加上今年将有5个新盘应市 股价有望重新提振 可立入收息组合 项目综合多间券商的预测 顺至2023和2024财年 股息率分别达到5.5厘和5.6厘 信银引述管理层说到 公司重新将会保持稳定 和占进的派息政策 摩根士丹尼亦因为 顺致潜在的派息增长等原因 将公司的评级上桥去持有 摩根士丹尼说到 本地楼市至去年12月起 反弹2% 在成交量恢复 市场气氛好转 利率见顶和内地通关的因素下 将2023年楼市升幅预测 由5%上调到10% 零售租金的升幅由7%上调到5% 上至今年将会有5个住宅项目推出 涉及3,000伙 包括同港铁、嘉里建设、 泰古地产合作发展、 黄竹坑站、港岛南岸第四期 同港铁和资本策略地产合作的 游塘通风楼项目等 升展港道 公司和港铁合作的4个合资项目 都具有战略性 在强大交通网络效应之下 应该可以确保良好的市场推广能力 也即是有叫助力 侧略上 磅礴终合券商最新的平均目标价 是11.51 较上星期五收市价10.68 高出超过7% 建议在10.5元买入 目标在前顶12元 截穿9.5元便适宜置舍